大家好 美国台湾方面的专家叫薛瑞福 建议拜登政府让美国军舰可以访台 这是薛瑞福目前提出的一个最激进的想法 薛瑞福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是激进的反中或者反共派 他和台湾的关系非常密切 他在最近的发言中提到 中国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从未放松 美国政府特别是拜登政府 可以通过台美公开联合军演 美舰例行访台等动作强化关系 这个是现在来看公开的要美舰访问台湾 并且要求邀请台湾跟美国美军进行联合军演 公开的 但是呢 他是前美国国防部的助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并不是 并不是一些民间学者提出来的 而是真正的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提出来 这是有一点不同的 就是看来这个台湾牌越来越变成现实了 这个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麻烦 特别是这种情况你中国怎么表态 你表态硬了软了都不行 所以我觉得中国会两难 台湾方面认为呢 美国新政局美中关系尚在观察的情况下 这个台湾应该巩固于美国方面的军事交流 但是呢 并不想促然就这么升温 台湾方面很谨慎的 你从这个想要务实 就是台湾方面并没有像薛日福这样很激进 甚至要驻台 美军驻台 要求美军来台湾 甚至要跟美军联合军演公开 台湾方面很紧张 这也就说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就是美国往前走 走得太远了以后 台湾害怕了 不敢跟上去 台湾也知道 大陆的反应会影响到台湾 所以这个台湾 现在这个台海啊 真的 风云诡诀啊 现在看 薛日福呢 是 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 他是美国有名的一个友台人士 现在呢 他是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的主席 那他呢 前面曾透露过一个报告 叫给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备忘录 里边呢 谈到了印太地区 美国面临的挑战 并就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提出了许多意见 和建议 军事领域 他提出的这个建议是最多的 那包括美国军舰定期访台台美公开军事训练 协助台湾推动 整体防卫构想 将台湾军力纳入 美国印太地区安全结构一环 美国军官呢 定期访台 在台湾建立 轮调和美国军队 用以联络 培训和资讯等训练 那美国陆军的退役少将 也很同意啊 薛瑞福这个建议 所以呢 美国军方是认可薛瑞福的这个 各种说法了 但是现意的没有表态啊 这个现意表态太敏感了 我呢为什么说呢 这个事让中国很为难啊 我最后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这个事呢 我觉得这是智库啊 不愧是美国智库 他提出来确实 符合美国现代利益 就是要搞对抗 搞对抗叫什么 叫擦枪走火啊 而美军直接跟解放军擦枪走火 得不偿失 他一看后面谁 有个台湾 你上 你上去 跟中国擦枪走火 我在背后支持你 那这符合美国利益 可以擦枪走火 可以在这个地区闹事 但是呢 我美国又不直接参与 打起来以后 是你中国人互相打 所以台湾人呢 很谨慎啊 台湾你看啊 台湾的相关专家认为 可以跟美国合作 但是 不要跟他太紧 这台湾的想法 中国大陆其实很为难啊 就一旦 美军 比如说驻台了 美军军舰访台了 你说中国大陆怎么弄呢 怎么弄呢 你说这个文章 环球时报该怎么写呢 你说 打 打的话 对不对 打的话 郑重美国下怀 就是要你打呀 我现在就要打呀 对不对 等你超过我了 军力超过我再打 不行 就现在打 你说不打 就这么忍气吞声了 那你现在就要什么 吃下苦果 对不对 那我后续就可以承认台湾独立了 你看 我就做到这一步了 你 你还是吗 不打 所以中国方面啊 你可以看啊 就我说的 一定要两手 就是 和平手段 对不对 另外呢 武力 武统 一定要震慑 震慑美国和台湾 台湾现在就看到了解放军有武力 统一台湾的能力 也看到中国的决心了 特别是现在互联网上 像一些武统的声浪 让台湾人也明白了 大陆人并不都是希望合同的 那你看台湾就开始往回收了 反而这个事啊 对不对 台湾就不敢跨越红线 而且跨越了红线 中国也准备好 收复台湾了 所以我说吧 武统 其实武统啊 是给台湾问题保驾护航的 最后底线 我一直说武统是最后底线 中国人千万要有这个底线 如果你放弃了武统 我觉得中国没了这个底线 你看看美国的想法啊 绝对会突破你的底线 而武统是保护这个底线的 反而是保卫了台海和平 台湾方面现在不敢跨越红线 对不对 也不敢积极的跟着美国走 但是美国一定会往前走的 从薛瑞福这个事你可以看 所以这是我说台湾问题很复杂 另外也就证明了我之前说的 如果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之间的事 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的事 好解决 好解决 但是现在不是 台湾问题是什么 是外部势力介入的 美国并不想让你和平 并不想让你交流 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台湾问题呢 这个复杂程度啊 全所未有啊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 有一句话 快刀斩乱麻 很复杂吧 看着都没有头绪吧 但是你也只要记住一点 你只要有个底线 有一刀快刀在 这个事就能解决 就是武力统一 武统 这个是最后的底线 也是震慑前面所有那一团乱麻 最有效的手段 所以不要掉进他的这个陷阱里面 跟你讲这些讲那些 你只要跨着底线 我就动手 而且是有能力动手 这就能震慑所有台湾 我觉得懂的人都能懂啊 每天还在抄抄鼓吹这个 合同的这些人啊 我说过他有自己的目的 但我觉得老百姓呢 千万自己心里得想清楚 咱们呢 不要反对武统 现在有一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吧 就反对武统 你看看没有了武统 没有这个底线 美国人台湾人 反而会跨越你的底线 所以武统 我觉得大家应该支持 不管你真不真心 希望希望两岸打起来 你都要支持武统 因为武统 他也是一种统一的手段 他是一种震慑 这一张牌 中国大陆千万不要放弃 这也是一张牌 武统也是一张牌 我可以不打这张牌 这张牌如果在我手里 我可以保持什么 保持我这个底线 要支持武统啊 而且这个声浪要大 武统的声浪要大 因为现在互联网上 真的啊 谈武统的人太少 声浪太低 很多人都害怕 要说要打了 不是这样的 武统的声浪 是告诉台湾人 告诉美国人 我们准备好了 最后的一战 我们并不怕你的威胁 我们是有底线 是给外国 给台湾人 阻止他突破底线用的 我觉得所有人应该有这个思维啊 不要想把很多事 想那么简单 想那么简单 很复杂的 他有问题 但是再复杂 一团乱麻 你有快刀 最后这个底线在 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 千万不要放弃手里这张武统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刘宽敏